晚间的最新消息 台北市北投竹子湖下午发生了虎头峰遮人事件 有剧组前往拍摄却遭到了虎头峰攻击 导致现场43人分头逃窜 出不了解总共是有11个人受伤 其中9个人送医治疗 另外两个人则是自行的开车酒医 消防人员就指出 剧组一次在现场违规点火制造拍戏所需要的烟雾 才会惊扰到三层楼高的虎头峰群 不过剧组则是回应当时还没有开拍 只是点燃伐木柱测试已经取消了拍摄 遭到虎头峰攻击的剧组人员 惊鸿未定地站在路边 等待消防人员减伤分类送医 我们到现场蜜蜂都已经散去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些人员疏散到安全的区域 根据了解43名的剧组人员 是在23号下午前往台北市竹子湖黑森林附近拍摄 却突然遭到虎头峰攻击 使得11人遭到遮伤 其中有两人自行开车就医 9人被送医治疗 消防队调查更指出 剧组疑似违规点火才意外惊饶虎头峰 因为要制造那个拍戏的效果 有造一些制造一些烟雾的效果 那因为又怕温虫丁咬又喷了一些长老油 那正准备要拍戏之前 突然间蜜蜂就出来做攻击 伐木只是一点点在试而已 而不是说我是点燃那个火种那种 没有 由于竹子湖黑森林位在阳明山公园内属于国家管辖范围 剧组点火行为是否出法 警方还要再查 目前剧组也暂停拍摄 让所有人回家休息 记者这么多